我是占主程一静 今天认什么 议员拨款给华小和独钟 助理竟然向校方索取30%的佣金 这件事是在上月中发生的 当时有关议员就拨了2万令吉 给麻婆的一间华小和一间独钟 来增设学校的设施 但是没想到的是 事后一名30岁的议员助理 竟然自行联络校方 说要抽取30%的佣金 相等于是6000令吉 让学校懂事都大吃一惊 说到麻婆 麻婆的国会议员就是赛沙迪 很多人都在猜测 这位胆大包天 公然向校方索取佣金的人 就是赛沙迪的助理 针对这件事 清体部长姓魏秘书 昨天就出来澄清说 自称是议员助理的男子 并不是来自麻婆国会议员赛沙迪办公室 拨款抽拥事件 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了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今天也发文告说 他已经收到消息 伸手向校方抽拥的 是冒充议员助理的承包商 并不是麻婆选区的议员助理 他说 不管是议员选区拨款 或者是教育部的拨款 还要再三强调 没有回扣 没有抽拥的问题 那如果有人要求回扣 或是抽拥的话呢 特别是给予学校的拨款 他呼吁校方或是相关单位 必须挺身而出 勇敢向反弹会举报 因为反贪反腐 人人有责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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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